7月1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秘书长彭华港谈及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到访国资委一事时表示,国际大型跨国公司非常愿意与中央企业合作,国资委也支持鼓励这种合作。 发布会上,彭华港首先介绍了央企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他表示,由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中国的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导致央企利润增速也有所放缓,但总体而言依然保持了稳中求进的良好态势。 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9%,累计实现净利润是7,037.7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我们中央企业有34家中央企业利润增长超过了20%,有53家中央企业利润增长超过了10%,特别是今天的6月, 6月份当月,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是1584.9亿元,实现利润总额是2117.8亿元,这都是创造了我们中央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 有记者提问,7月15日中午,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到国资委访问,国资委要如何与这些外企合作共赢? 彭花刚表示,多年来,国资委和包括通用电器在内的大型国际跨国企业都有良好的交往与合作,通用电器也和许多央企有实质性的业务合作。 中央企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说在国内也好,或者走出去也好,都和这些国际大型的跨国公司有非常良好的合作。 也有一起去对一些项目的合作,也有在国内一些合资企业的合作。 那么这些合作对于这种推动我们中央企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对于这个国际大型的跨国公司,他们也非常愿意和我们的企业加强合作。 我们国资委也明确地表示支持鼓励这种合作。 此外,还有记者问及国资委对科创版的态度。 鹏花岗表示,国资委大力倡导,积极支持中央企业参与到科创版这项改革过程中去。 目前中国通号已经首批是挂牌,作为一个科创版的首批挂牌企业。 最近我们还梳理出了一批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企业,申报科创版上市。 现在目前已经有中国电器等14家企业的申请材料已经受理。 我们希望科创版上有更多的中央企业活跃的声音。 我们希望科创版上市场的一批符合国家战略。